哪个年龄介绍的女人最需要的男人呢? 首先,女人对男人有心理方面的需要, 但主体体现在需要爱与被爱, 接纳与支持。 对于十多岁和二十多岁出头的女性来说, 她们内心对于异性的好感与好奇正在逐渐上升, 她们会冲击一份美好的爱情。 而对于三十多岁左右的女性而言, 她们会在职场当中去打拼, 又暂时没有稳定下来, 难免会有觉得心累的时候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 她们最需要的就是男人坚定的臂膀, 能够给予她们心灵安全的港湾。 那到了三十岁以后呢, 这个阶段的女性啊, 往往已经拥有了成熟的社会关系了, 因此啊, 她们对于社交需求更加大, 需要经营自己的社交圈子, 融入伴侣的社交圈子。 这个时候, 伴侣社交的圈子啊, 稳定性尤为重要。 总体来看, 各个年龄期到的女人呢, 心理需求她是不同的, 那对男性的需求也是不同的。